只要下注50令吉就有机会赢取摩托车 这也是雪兰儿斯里肯邦安非法赌博中心 新赌客的伎俩 另外在吉打则有一家手机零售店 挂羊头卖狗肉 店家在遭执法当局取缔多次后 仍然名玩不灵 在店的后方暗中经营网络赌博中心 来看一组相关的报道 最佳位于吉打居邻的店面 从外观来看并没有什么异样 可里头却是一个设备齐全的小赌场 吉打反风化速赌及反思汇党特区部队 派出执法人员乔装成赌客 成功捣毁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非法赌博中心 该部队的副指挥官凯里·阿拉莎指出 当局是在昨天凌晨展开甩资行动 突击检查居邻地区的11家非法赌博中心 最终成功逮捕了44人归案 当中15人是看场人员 27名赌徒和2名非法售卖彩票的业者 落网者的年龄介于21到43岁 警方也充公了100台电脑 14架赌博模拟器 各类赌博器具和一些现金 另外位于雪州斯里肯邦安的非法赌博中心 则是出奇招 推出抽奖游戏吸引赌客上门 沙登警局昨晚和斯里肯邦安警局联手动员 前往南城广场一带展开取缔行动 当局一共在三家非法赌博中心充公了74套赌博机器 5台数据设备和一些现金 8名赌客和3名看场人员束手助勤 他们的年龄介于20到40岁 警方将援引1953年公开赌博法令 第4支BA条文调查这起案件 NTV7综合报道